我和弟弟在娘态里待了三年 这三年里 只要无聊了我就会揍弟弟 只因弟弟是天选之子 而我则注定是这个世界的反派 并且拥有了做坏事 就会变强的系统 三年的时间匆匆而过 终于到了出生的日子 系统检测到天命大反派诞生 专属天地异象安排 天空响起炸雷声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突然间转变成了一片血红 云层中电闪雷霓无断 天有异象 妖孽横出 天地异象 我儿果然有大地之资 老爷是个公子 这就是我便宜老爹呀 好丑啊 检测到宿主父子子孝 获得两点反派点 哎呀 妇人肚子里还有一个 这是双胞胎 双胞胎 就在大家对此充满期待时 铲博检查后摇了摇头 表示老二暂时不愿意出来 不愿意出来是几个意思 你不出来我去哪搞反派纸 老二现在还太小 明显营养不良 要是现在强行接生 肯定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最少别得再养三年才行 这个玄幻有点不正经 还能生一半 留一半 旁边的丫鬟看瞎人闹得厉害 就把这暴打完 大公子 我们去吃奶奶 好不好 我才不吃 快点把我重新塞回去 我还能继续揍二弟 检测到宿主触发爱的捏捏 获得五十点反派值 这样也有反派点 我勒个擦 还有这种好事 难道这就是反派的快乐 如烟姐姐 你输了啊 获得反派值二百点 现有反派值三万四千三百点 宿主可突破 开人进一重 是否突破 突破 恭喜宿主 突破开人进一重 可这是三个姐姐 却疑惑地看着瞎人 见状瞎人 连忙装出小孩子的模样 姐姐 要抱抱 完成爱的亲亲 获得五十点反派值 毕竟我在他们眼里 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三岁小孩 因为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能做粉丝们 不能做的事 比如在浴室内 我用毛老虫吓唬他们 姐姐们不但不会生气 反而会和我一起洗 此时另一边的大小皇宫内 皇帝也感受到了 瞎人突破开源一重镜 三岁就到达如此境界 辞子留不得 瞎人打开系统面板 将所有反派点 全加在速度属性上 毕竟坐狼练好牙 坐羊练好腿 莫非是老帝要出来了 乃尼丑 您是想丧给我开战吗 老夫只是试试 各位贤侄的修为而已 龙袍 大下的皇帝 这位就是秦家的大公子吧 来让朕摸摸 就凭他刚才 有想杀二帝的念头 我可不敢跟他接触 万一受到二帝 客亲光环影响 那我岂不是要去领盒饭 三岁就有如此身法 不好意思 小孩子怕生 不碍事 不碍事 你就陛下骂 我早就听人说陛下 英明神武 高风亮节 舍己为人 坚忍不拔 坚苦奋斗 坚真不屈 海纳百川 一身正气 临危不惧 带事无双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陛下 作为英明神武的你 来人家做客 不会空着手来的吧 说不是来秦家做客的 那不就承认 是来秦家找事的 可要是说 是来做客的 又没有准备什么礼物 总不至于 将身上的神装 拿出来送人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堂堂大下皇帝 居然真的空手 来人家做客 怎么会空手来 你看这是什么 长空九剑 每把剑 都是世间难得一剑的神兵利器 九剑合一 更是能排进荒芜神兵前十 也可分开组成剑阵 威力可敌选俊万马 只是随着万年前 长空剑神陨落 九把剑 也随之散若荒芜各处 没想到 这条老泥角 居然将其收集全来 大下皇帝脸色纠结 给拿把都是舍不得 这九把剑 可是花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和时间 才收集其的 还没好好地欣赏 就要送人 可要是不送一把 就得送身上的神装 算了 闭着眼睛 给一把好了 大下皇帝 犹如任命般 准备让佳人 从中选一把 而且他相信 要不了多久 这把剑 就会再次回到他身边 因为秦家连续出了 两位天娇 不光威胁到了皇权 还打破了世家间的平衡 ning通过分别的 不光威胁地 扩到royab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